阿 打牙 打牙男朋友在講熱情 手持甩棍不斷揮舞還猛砸機車 邱姓男子不斷叫囂要找另一名無姓男子理論 過沒有多久對方騎車回家 邱男情緒失控朝他就是一頓暴打 只見女子不斷嘶吼要兩人駐守 巡邏冤警到閃後夾在已經失去理智的兩人之中 把雙方架開 眼看場面越來越失控 警方隨即派出快打部隊支援 而起衝突的兩人仍然不斷隔空叫罵 那個小朋友好像說欠我孫子500塊 結果說要還 不知道這怎麼又不還他 然後又罵他 事發在新北市新莊天翔街 7時一項7號深夜11點半 領長出面說明強調被打的孫子和對方 只是為了500元起衝突 但兩人早就結下梁子 上個月邱男和朋友到吳南家喝酒 事後吳南卻怪罪對方把家裡弄得一團亂 最後不歡而散 還在通訊軟體上不斷對嗆 之後在7號11點兩人狹路相逢 吳南嗆他玩不起就不要玩 惹怒邱男 半個小時後邱男手持甩棍賭人 剛好吳南這時騎車回家 雙方才爆發質體衝突 那秋姓男子因為遭對方嗆說 玩不起就不要玩 心聲不滿 於是就拿著甩棍 尾隨無姓男子到他住家樓下 當場就拿出甩棍 朝對方身上招呼 念在還是朋友的份上 雙方互不提告 不過才剛成年的兩人 因為一點小事就大打出手 兩人最後被依事違法送辦 記者阿公雅麥 蔡秉紅 新北採訪報導 捍衛言論自由到底 搶救中天 台灣不能只有一種聲音 請立刻訂閱中天電視YouTube頻道 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